2011年10月3日 現在全世界的確診數目就是 2.3539萬1千多 比上一天多了34.7萬多 死亡多了5590多人 去到481萬0750多 這裡就是我的星期日 換句話說,在世界其他地方 在報告星期六、星期八的數字 是比較小的 最多新增確診的地方 就是在美國 45,9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680多人 現在美國每7人 就有1人確診 每463人 就有1人死於新冠病毒 英國超過3萬個新增確診 死亡多了120多人 土耳其超過27,9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超過200人 俄羅斯25,2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886人 俄羅斯似乎 它的死亡數字 可以慢慢接近900人一日 印度多了23,000多人 死亡230多人 我相信印度是這麼少 不過 無論如何 這是它報告的數字 菲律賓是14,7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160多人 巴西是13,4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400多人 羅馬尼亞是12,5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180多人 烏克蘭11,8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200多人 泰國11,3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87人 馬來西亞和伊朗 都超過了1萬個新增確診 馬來西亞死亡109人 伊朗217人 今天有12個國家 新增確診數目超過了1萬 墨西哥增加了7,000多 死亡400多人 塞爾維亞6,400多人 越南增加了5,490人 死亡160多人 法國增加近5,000人 古巴增加4,800多人 德國4,500多人 意大利3,300多人 蒙古 2600多人 以色列2,000多人 等等